好了 主播各位觀眾 接下來的影片就誇張了 地點就在台中豐源的龔老平 那透過影片可以清楚看到說 有十幾位車友在山上車聚 結果還改管乍街 那車子有的是黃牌重機 有的則是普通的白牌 不過影片中有一個亮點 就是現場其實是有一台警車的 民眾沒有管警方的座位 而是繼續飆車繼續笑 而且還錄影 把影片上傳到抖音上 而這地點可以算是知名的夜景勝地 有民眾就直擊這幾十台機車 聚在一塊發出巨大的噪音 一路乍接引發附近的民怨 近期是不斷的在推抓改裝車 抓噪音車 結果沒想到竟然有民眾 把這影片PO上網 現場有警方在 不過機車騎士們是完全不顧 還hashtag每天都像在上演大逃殺 那根據警方了解 確實是有民眾報案說 周遭妨礙安寧 那最離譜的是這個影片下面的留言 表示說這麼多人警察要怎麼追 還有人回答說人多就抓不了 還有人看完表示說想問說這在哪裡 很想要跟著一起去玩 留言整個歪樓 大家都想上山來飆車 那針對這件事情 豐原警方表示說 目前正在整理暗單的資料 以上是我們掌握資訊 時間盡頭交還給彭內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